名副其實的茶菜 很多時候,一說到肥豬肉 很多人都說又會膩 是 又會肥 但通常一端出來 第一時間,每個人都覺得很棒 是,黃樂真的不是普通的紅燒肉 先試試 來 好 這個不是普通的豬肉 是茶香豬 茶香豬在豬的小時候 他會用茶多芬去餵養 所以豬肉會特別香和滑 但我還以為它就像冬波肉的做法 但吃起來的話,肥而不利 它最主要是冬波肉本身比較濃 它是偏於爽口一點 是 一吃起來,既有茶香味 偏甜會令肥豬肉沒有那麼濃 沒錯,我覺得這個肥豬肉非常好吃 醬汁是甜甜的 因為平時吃的五花肉 那種紅燒肉帶點鹹 然後因為它裡面放了一些普利茶 所以你會覺得特別解膩 吃多也不會漏 因為鮑魚,一看它以為是乾鮑魚 是 但一吃起來,它就突出了鮮鮑的感覺 第一個,它有海鮮的味道 第二,結合了醬汁的濃郁鮮甜味 吃起來,令它既有燜的味道 也有清蒸鮑魚的感覺